Hello 大家好 瑞丸です 然后这一次又打算把这个MVP17给拿出来使用啦 然后之前有跟大家说过嘛 他跟加码12号的连接相性其实还蛮不错的 所以这一次打算让他们Combination来使用一下 那么在这个组合里面 互相啦可以为对方增加非常多啦 辅助 被动辅助 然后必杀贝力辅助 所以这个应该算是蛮理想的 尤其是加码12号进入到最终阶段的时候交替完成之后啦 就可以跨回合辅助 然后再加上80%减伤 可以很好的站在1号位啦 这个是爷爷的人造人 再加上孙子的人造人的Combination Standby skill 到最后 不过有点可惜啦 来到这边卡面没有什么特别 只不过是把那个2号给拿掉罢了 那么这一次的 对我绝对还是需要 宇宙生存片的啦 所以还是一样 技术的 这个 出道级悟空带队 这样 他们两位都可以同时吃到200% 这边换一下 三回合加工道具就好啦 那么 就选择 聚长版BossRust是个比较长的关卡啦 主要就是 其他关卡 这个队伍会打得特别快 所以就这个样子 那么就 Let's go Hello 啊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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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顺位还不错 顺位来讲还不错 前期的话 我们可以慢慢的过渡 慢慢敲就好了 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OK Koji 这边的话 我们都 不选择满器 这个样子 就好啦 Sateto 希望不要直接秒杀啦 打太快 对这边来说 不是一件好事情 可是如果让Begita满器的话啦 应该会直接把对面给轰爆就是了 然后 在辅助上面加码12号不只是超Hero嘛 他还有 那个Sai Inomigata跟Combination 然后我们的MVP17号这一个T7宇宙队的话 他是有Combination的 所以就是吃得到这个 加码12号的辅助 所以整体来讲的话是还蛮美的 很理想的啦 哦 1477万 这个在有辅助 在有Supported Memory的情况下 真的是 诶我告送啦 然后联机必杀 然后再加上这个是彩星大佬 这张彩星大佬的话 他的潜能点 直接就是让他的那个反击可以去到最大化 特别夸张 看来这个 达猎石是死定了 五百七十六万 虽然我只吃了两颗红气玉但是 你不要连击杀你连个普攻会比较好一点点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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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嘛 KO掉就KO掉吧 这个就没法多 这边的话 我看让MVP17 去前面 先把被动给弄上来先好了 那么这边也就可以满连接 这个 这 有一颗红猪 再增加一点点的 辅助 30万 41万 33万 对 他开力又是一回合就把对面给K爆吧 被动上升 nice 830万 老实说这个MVP17号去年极限在之后 我就很喜欢 然后现在因为我们的MVP17号L奥的极限上来之后 他们的 Combination上来过后 又很好用了 尤其是在这个队伍内 嗯 必杀贝力增加辅助的角色越来越多的情况下 Ana就爽了2343万 靠谣诶 这一个火力 辅助Kades 可惜了 而且还有必定连接必杀 太爽了 等下 甲马一二号还可以为他提供50%的辅助 那么就会更加更加的豪爽 特地选择这个关卡的原因就是这样子 他们打的 实在 太快了 杀600万 这个数字很美 6000 死 杀 那么这一边 看这么个摆法就好了 OK的 OK的 可是他还是会把对面给红烂吧 来回币 1157万 然后刚才跨回合过来是有一个30%的辅助啦 还蛮alright的 大概率会直接把对面给干包吧 打得实在太快了 不过这个关卡来说有50%的减伤啦 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其实是希望有可以掉一点血的 让MVP17号可以好过一点 这样就可以上到57%的减伤啦 呵呵 1436万 看你动 乌撒 Kore Cimojina 可是 那个70%的高确 超高确立会心的触发力 是不是有一点点的Occasina 呵呵呵 好像都不 有啦 才刚讲完他终于触发了 然后70%的违逼力非常的棒 70%的违逼力非常的棒 OLA OLA MINA SANG 4下 中 3下 这就是70%的违逼力 还好这边是扛得住的 扛不住的地方那就更加的一夜了 喔 SASU KABECHI 打什么 啊 这一对 就 只有一计划啦 强 OK 这边COMBINATION上面终于是走得比较好啦 欸 的 这个样子 看一下吼 38万 47万 52万 暖连结同样 呃 这边来讲的 话就 嗨 慢吼 这个样子 辅助一个气啪 38万变成 再来的话就 还蛮随意的啦 嗯 不过 加码12号这边被动还没满 然后也还不能 还不能进入standby状态 所以 会 比较普通一些些 不过在50%的加工 防 辅助之下 NVP17号这一轮的火力应该会蛮压力的 OK 30%减伤触发上来的 对 2673万 一个supporter memory 还没有开道具 这一轮的火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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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那个 呃 我们的 粗糙悟空啦吼 其实 我还没有真正正正体验过 他 就 领域结束之后的状态 好像每次都在领域 一开领域对面就挂完了 这个抗伤力就 嗯 虽然我这个关卡是不痛啦 1144万我们的这个 提手NVP17号 辅助结社 呀嘞呀嘞 现在的辅助结社 都是这么的浮夸的呢 送啦 诶 呃 这 这 那最后一位 是没什么机会出手啦 所以过渡就好 来的 违逼 再回避 这边如果要的话 那吼 实际已经是可以去开他的那一个 诶 飞的 所以如果打算下一轮在等前的时候才开啦 反正不急嘛 13号 其实已经快要结束战斗了 打到这边 喂 买吗 你帮我锁住这一位 哎呀 我的主角被锁住了超烦 早知道就不要带加工道具了 我带解锁道具会比较好一点点 骂骂骂骂骂骂 这边大概力量齁是一回合就把对面给干爆了吧 要不要满气勒 我看不要满气比较好啦 我看不要满气比较好啦 可是讲不要满气啦吼 其实 等一下随便随便就会满气了 哎呦 这个样子 这边MVP17号 哎呦 还是可以达到 主要说没有完全满气 必煞开在北极大身上真的是 sate 2320万 直接碰烂 可是这个关卡已经够长了 结果还是很不耐打的样式 北极大一个人就把对面干爆半条血了 那么最后的 MVP17号 应该会让对方清零吧 2180万 差了一点哦 没有满连接 可是必定连击 其实这边添加到来的会心 应该都有70多趴了 真的是一回合一个小朋友 有位 我们看一下 MVP17号 47万 128万 跟47万 这边的话 我看可以这么个样子的流法啦 虽然都有一点小遗憾 我们的那个 加码12号跟MVP17号的Combination 好像有一点点的难达成啊 一直被对 要么就是顺位一开始 错乱 然后再来就是 敌方 拆散他们 OK这个是7回合之后了没有啊 反正4回合的被动已经是烧掉了啦 好这个刚刚好第7回合 下一轮之后 这一个出招啦 它的能力又会再往下掉一点 然后走到这个阶段 基本上就是要进入状态才会比较硬一些啦 嗯 二 二 三 四 四 呵呵呵 数字实在是有够漂亮的 老师我完全没有用到道具欸这边 你啦那啦 呵呵呵 太 猛啦这些 即使是被必杀烤到应该是没什么影响 啊 没啦 回掉了 尔斯 OK 全回毙 不过刚才84%的时候 还是有被矛到一下 呵呵呵 欸 好像是可以拖得到一点点哦 嗯 啊 拖不到了 这边已经满气了 OK OK 可是想要不把对面K爆的可能性 基本上来说就是ZERO 那么就 红红红烈烈的把对面给红到算了 呵呵呵 嗯 这边 没办法完全发挥呗 就被分散掉了 呵呵呵呵 啊 有一点有一点的小可惜 那下一轮会把对面给解决掉啦 押死 OK 这边就这么个白法吧 呃 二十八万吧 哦 跌得非常非常的多 然后四十一万 四十五 四十四万 然后满连接 那么就 '... 这边就这么厘把对面的 啊 结果又是你的側 呵呵呵 这边对面是速属 应该是直接把对面 控它爆掉啦 我看 OK 大家的攻防能力都上升 就长得这个样式 然后辅助上面 只有一颗红猪就没有到很特别 然后全回避吧 210万 加码一二号啦 即使是进入到最终阶段 它只有跨回合的加防辅助 没有加攻辅助 但也很足够了啦 真的是已经很足够了 够强了 现在这个搭配法其实也还蛮不错的 因为加码一二号在这个队员里面提供 超hero的辅助或者combination的辅助 对大部分队员来说都还蛮满足的 而且对比起那个宇宙35号来讲的话 它在扛伤能力上面会更好 嗯 这边就也是很不错的 哦 连了一个普攻有点可惜 那么火力不会到最大化 510出万可能打不死哦 但是反击这么多下的状态 感觉对面不死也难 呵呵呵 开到 然后 那个提鼠的MVP17号 如果不放它的话 放力出兆啊 放 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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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人啊 就是队伍里面都OK OK 哦 要破3000万了 如果一号位 是我们的加码一二号的话啦 这边是直接破3000万的火力了 要死了 呵呵呵 真假要死了 太可怕了 这个就...一个supporter member力 没有extra加开道具哦 我没有开加工道具 他就这么狂了 那么... 59% 然后再来... 这边这样多提升下去 哇 完全感动 呵呵呵 呀... 对 那么这个比较难看到的KO画面 现在已经不难了啦 OK 这边不够尽性了嘛 呵呵 被拆散了 所以 就换到了这个Visto Gohan的关卡 再来一次 呵呵呵 可是这个关卡来讲 也是很可能打得特别特别的快 因为大家的能力 就...很猛嘛 可能也会杀到... 可能也会顺杀有时候不定 诶... 这边咯 这边咯 我们就打慢一点 全部不要吃满气 只要不吃满气 诶...我就不会死 应该说 对方就不会死的那么快 然后下一轮 我们就让加码一二号 站在一号位 先去把那个... standby skill 给准备好先 再登场就能出发了 嘿嘿 这样我们的Combination 就可以Match out nice 那么现在Visto Gohan 进入气息这个阶段之后啦 就... 除非是讲要打那个任务啦 不然大部分 就是我们的最最强队伍进来的话啦 就是碾个过啦 这样就打掉四个血 好彩啦吼 有限制他们的火力 哈哈哈 要不然就是真假通过 哦 这边如果气力条没有达标的话 那个火力会掉的非常非常的多啦 哇 MVP是七号这一边 OKOK 那么这一边就这个样子 嗯... 嗨... 可奇 然后... 这一边来说的话 嗯... 这个样子 OK 可奇 最后这样子 大概活不过去吧 哇哼... 这个掉血 好刺激 哎不过也是刚好耶 下一轮的那个... MVP17号进场就有57%的减伤 会比较好用一些 然后... 这边解决掉了 等下进入宿主阶段那一边 就快速的把对面给敲过去 Kekorak 然后... 记忆有在嘛 又有一个复活保证 然后我们也不担心 如果必杀 靠在MVP17号身上 反应力还没上来的时候 嗯... 看北起 呵呵呵 太完美了 And that 906万 Orea Another Flash 可是MVP17号 T...T...T...T17号在这一边的话啦 嗯... 是有死亡的风险就对了啦 呵呵呵呵 他被锁在1号位的时候 然后... 我又没有带减伤倒计 然后我们就可以升天啦 诶...Done OK...NICE 诶...Dick 1211万 可以 而且他在悟空的灵力之下 也还蛮难熬的 哇不是吧 对面...1号位竟然没有任何的东西 呵呵呵呵 也要被 麻痠了 沒關係 77% 84% 不過這輪會不會打得太快 我是希望這輪誤犯不要被幹爆啦 這輪直接幹爆的話是很可怕的 然後引開 ok and 之前帶那個 技王拳超人悟空來匹配這樣上來打的話 那個火力 直接單回合秒掉BISCO GO HAN 現在的火力真的是 Yabai Chill Yabai 太誇張了 來動 okok 結果本打 普攻剛剛好 也是釣一個4條血 還行 然後MVP17號 ok不贏 欸 氣氮系彈掉了 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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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 媽一家 ok 這邊的話就這個樣子 那麼現在的話 這張是4條連結 4條連結 37萬 33萬 一個是52%減傷 一個是50%減傷 其實誰佔1號位 都不怎麼影響 然後MVP17要佔2號位的話 可以多吃到栗子大會這一條連結 嗯 那麼這邊我看就這個樣子 多兩顆的 然後 這個樣子 最後北極大的話 嗯 我其實沒有很想要回太多血啦 所以這個樣子好了 52% 完全DAD 然後行動之後 220 2228萬 連結沒滿的話 火力差了一點 35%的連結罷了 如果連結全滿的話 可以去到62%的加工 那個就相當的可怕 然後防禦力也會更高 現在在船將裡面的話 這個MVP17大概可以排到第2號位 太可怕了 只要這個隊伍齊全給他 要不是他限制隊伍 可能一般也是因為 那個 隊伍被綁到特別死的關係 然後官方才會給到他 這麼浮誇的能力啦 大概率也是因為這個樣子 要不然應該很少會給到這麼浮誇的能力 太可怕了 OK 那麼最後沒記打 2392萬 準備被彈掉啦 完全這咯 咱們這 然後1695萬 去年 覺得有破千萬 就很猛了 喔 今年 就是單回合破1 是一個那種低標的感覺 嗯 這麼個樣子 齁 那麼 就不開 欸我開吧 可是開了會不會把對面幹爆啊 我其實很擔心就是開了那一個 把對面給幹爆的 算了不開 欸 這個樣子 這個樣子 然後 這個樣子 可以 唉 唉 咦 喔 さすが 對 さすが 味方 完璧 哈哈 氣死怕就是這個樣子啦 沒辦法 沒辦法 十七五 和 ベジータ 其他人 都會 祝福 我 那些人 都會 祝福 那些人 都會 一步 走 呀 咳 咳 噢 剛剛好啦 不是鎖住我的MVP17號 就好了 應該說 不要鎖提手的17號 就好了 同樣都是MVP17號 好 39萬 48萬 那麼 首先 動 沒有什麼火力嗎 然後這一輪來講的話 也不會有那個 必殺 不會有必殺 所以可以很安逸 43萬吧 48萬 然後 36萬 滿連結 Sateto Pikze 然後 紅豬 一顆 為大家 增加7%的 那個攻防 自己的話 增加7%的會心 有有 80%的那個 減傷 輕輕鬆鬆 然後這邊可以提供50%的 跨回合加防 對 應該是可以破3000萬的火力 在這邊 對 我應該拆一下加工道具才對的 不過算了 2673萬 這個之前就 跟之前看到的是一模一樣的數據 所以 就少掉了 那一個 菲魯朵 這樣子 實在是有夠爽的 嘿嘿嘿嘿嘿 三連擊 2600 1800 哇 然後 再加22 66 66 6600 萬的那個面板 乘以1.9的話 直接去到 欸 我 這多嗎 對 乘以1.9 1億2500萬 然後我們的 MVP17號 也可以炸出傷害內 然後還可以完全 抖 すごい OK 那麼現在 嗯 59% 欸 怎麼 50%減傷的 北基大 160萬的防禦力 然後 200萬的防禦力的這個 MIGATEK 然後 那這個是百看不膩嗎 算了啦 不要看了 哈哈 欸 菲律兜天蓋 哈哈 這邊再增加15% 看一下 欸 185萬的 防禦力 欸 我就問 先攻必殺 北基大會不會破防 會啦 因為對面是體屬 還是會破防啦 然後我們的悟空 240萬 呵呵呵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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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率會被 氣絕掉啦 所以北基大 這邊就 炸一下吧 喔齁 1900萬 好爽喔 好啦 這邊就 嗯 我渡過去就好了 太 太浮誇了啦 這個防禦力 你看一下中必殺技啦 沒有extra加 加那個 哦 60%減傷 你更加不用想要踢爆他了啦 哇 這個隊伍 壓背 呵呵呵 I don't 被克屬 又怎麼樣 依然是 0ダメ 呵呵呵 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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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悟空帶一對啦齁 這一隊真的是 有夠 可怕啦 只能怎麼說 呵呵呵 呵呵 240萬耶 我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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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我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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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這邊 好有 彩星大了喔 所以 另一賽的話 是 這樣子的 用起來 實質 也是很不錯的 735 乘以 3 再乘以1.9 4189萬 然後3616萬 雖然說這個是復活之後的數據啦 當然就很爽 然後 上一戰跟這一戰都是由 吉義無孔來抽尾 呵呵呵 你也太爽了吧 想要讓MVP17號來做收尾的 原本 嗯 這次主角是他們嘛 不過那兩張就 畢竟是輔助結社啦 然後那個火力的輸出也是夠浮誇 然後 成長上來的啊 那個防禦力看到之後真的是啊 哈哈哈 行動前那個 對白金娜 180萬耶 呀唄 根本就破不了防 50%減傷 你要370出萬 的輸出啦 才可以對他破防 那麼 更加後面的話 更加簡單 他的扛傷力度 真的是成指數的 往上升 所以這樣子的 隊伍之下 搭配起來 太舒服了啦 嗯 目前 可以想像到 後面的關卡的難度 應該會很誇張一下 呵呵 官方提升提升到太多了啦 好啦 然後 這一次的影片 就到此結束啦 謝謝各位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 拜拜